在白冰冰的心中 白小燕应该像是一只燕子一般 在天空中快乐地飞翔 而在案发后 白冰冰透过千王魂游地府的方式 除了只闻到一点五股大牌的臭水沟味之外 却没有办法真正地和小燕沟通 然而在林口地区传闻飞来一只白色燕子之后 也似乎延续了他们母女的情缘 在白小燕过世满两周年的时候 在白冰冰的住宅附近 也就这个地方飞来一只白色的燕子 而这个燕子通常都是黑色的 白色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这附近的居民都说白小燕回来了 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要整理嘛 然后常常到屋顶上面 然后就会看到说很多燕子在那边飞 都成群 至少上牌子以上 真的啊 在白冰冰家的屋顶上 对对对 那其他人知道会不会有吗 其实林口这个地方很奇怪 每个屋檐下几乎都有燕子 但是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多了 那你看到燕子都是什么颜色 是都普通的燕子啊 但是因为我们这附近有人在说 所以有时候就看到有那种白色的燕子出现 真的啊 白小燕案发生后 引发了一段媒体追逐战 我们虽然反对因为采访而影响刑案的侦办 但却不得不承认 站在第一线的摄影记者 所感应到的白小燕案的灵异 也是最强烈的 在白小燕被绑架之后 基于人质的安全 许多记者都没有办法发这个新闻 可是为了跟踪这个新闻的脚步 所以有些记者就躲在白冰冰家对面的饭店里面 利用王八七偷听白冰冰的大哥大 天网小组在搜集白小燕案灵异的时候 发现某电视台记者在监听时遇到灵异事件 虽然他明白监听的手段 对不起白冰冰及白家的人 但经过斡旋 还是以不曝光的方式接受了访问 演练的时候就是说 我们也不能确定说 其他的媒体知不知道发生这件事情 只是说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大家就是闷着来就对 那你被指派到的任务是 刚开始的时候 我主要目的就是守住白冰冰的家里 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故事 那个时候我们在饭店 这是白冰冰家对面有一个饭店 然后我们在那边住了一个房间 那个时候是因为正好有王八七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就 就弄一台王八七来 锁定白冰冰他手机的号码 来进行就是 看有什么样的发 对有什么样发展 监听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烦类的 就在这名摄影记者监听的第二天 奇怪的事情发生呢 那个时候刚好有两天都没有睡 就有一天晚上我在听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搞就是 可能是精神上有点恍惚 还是怎么样 就突然听到 因为这个王八七当白冰冰的行动电话 有反应的时候 我们这个机子就会嘀嘀叫 那我就表示 就表示说他有电话进来 我就要准备要听 那明明我就坐在床头上面 没有事 就突然耳边就人人在跟我讲话 电话来了还不赶快接 电话来了还不赶快接 那个时候我是整个就吓 吓起来 那个时候好像已经眼睛有点在闭的感觉 就突然吓醒然后就拿起王八七看 还是一样没有 没有任何的反应就对 然后这个情形大概发生了两次 然后那个时候 大概精神也被吓得差不多了 就眼睛就再也没有闭过 就是钉着这个电话 就是一直看着到天亮 所发生的怪事不止一件 透过摄影记者口中 还知道当陈进兴等人们 把白小燕的手指 藏在林口高尔夫球场的时候 也有恐怖的事情发生 当白冰冰接到歹徒的电话 表示有一包东西 放在这个警卫庭之后 白冰冰匆匆忙忙赶来这个地方 而得到消息的许多记者们 也匆匆忙忙赶来这里 那当时呢 有一个摄影记者 他在通过这一条 长长的道路的时候 两边都是树重的路的时候 突然一个白影 刷一样经过他的前面 那次也是蛮特别的 我印象很清楚的是 因为高尔夫球场晚上 是完全没有路灯 长的那一段是没有路灯 但是他进去的那个树林大道里 他那个路上 每一棵树上都有漆 感光漆 那变成说车灯一照进去 这个马路两边 每一棵树都是白色的亮光 下面那一段都是白光 那时候司机是慢慢慢慢看的 就是东看西看的 但是我那时候 约好看到说 应该是一节一节的中间 突然多了另外一个白光出来 感觉上是一个 有一个白色的人物站在树的旁边 零花卸了 有再开的时候 燕子去了 有再来的时候 但是小燕呢 她走了 再也回不来了 除了一个母亲 至情的伤痛之外 所带给社会的 却是一个难以磨灭的侦撼 虽然小燕已去 但是白冰冰的这首曲子 将会永远在人们的心头回到 鱼啊 鱼啊 你若背去住 心跟妈妈念做会 鱼啊 是妈妈的心肝不过 是妈妈的心肝不过 把你的心肝不过 许多人提到这件事情呢 还是心有余悸的 但值得庆幸的是呢 冰冰姐终于可以走出了上女的伤痛 并且走出了自己的脚步来了 在天王小组也收集了一些有关 与白岸三贤的一些灵异 所以我们也准备在制作 有关与白小燕案的第二集 这是续集 所以观众朋友你们期待 对 据说呢 我们在收集这个背后的灵异事件当中 尤其是三贤在落网前跟落网后 他们所讲出来 周围所传述的事情 据说在曾经兴落网之后呢 她头发都剃光了 那有人就发现呢 她这两个脚骨头呢伸起来了 那就有人说这是恶魔之脚 她已经露出了魔像来了 当然我们天王会会这楼兰公主呢 所有的制作体们 也都不断在追踪这个事情 所以你别忘了继续注意 我们鬼话连篇的天王会会单元 我们将会有更精彩的后续报道 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再回顾一下 下周观众朋友 你的流日 你的运势如何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 鬼话连篇争求灵异故事及照片 来电请播 02-2781-5382-356 或来信台北邮政 36-556号信箱 鬼话连篇寿 你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还算满意吗 如果你有什么亲身经历的灵异事件 或者灵异照片 或者您可以踢倒我们的侯堂主 或者您有不可思议的事情 都非常欢迎您来信 尤其今天是我们录一录到现在呢 播出了这么多集 最开心的一天 因为我们在第七集播出时 得到了最高收视率 进入了全国Cable台排行榜前20名 当然非常谢谢您的支持 对啊 这20名是400几个节目里面 20名了 前20名不是第20名 对 20名以来 都会有400几个节目 对 你没说人家居是21个比赛 你就20名 对吧 所以这就是观众朋友 你的支持 你的关心 你的爱好 所得到一个成果 所以你的支持就是这个节目 继续做下去最大的原动力 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呢 上山下海 所有的这个同仁 大家很努力 就是得到你的关心 你继续关心 我们继续打拼 继续做更好的节目给你看 在节目末端呢 我们还要继续重播 今天我们在一言堂里面播出过的 每个就是每年2月4号到8月7号 以及隔年的8月8号到隔年的2月3号之间出生的人 他们下个礼拜的运势是如何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在这里呢 跟您道声晚安 祝您今晚 有个愉快的周末 是 下个礼拜 鬼话两篇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就到了我们每周每天运气预报的时间了 前几个礼拜呢 大家反映说我们报得太快 所以今天我要报得稍微慢一点点 首先我们来看呢 如果您是在阳历啊 请记得 我们每次说日期的时候 都是国历的啊 不是英历啊 是国历的 如果您是在国历 所以2月4号到3月5号之间 出生的朋友的话呢 那么你们下一周的礼拜呢 下个礼拜最好的是呢 星期二 也就是6月1号 那么比较差的是 6月4号星期五 这个礼拜对你们来讲呢 不要害怕 好像看到通通都是减号哦 其实你有天德 有月德在里面 所以真正比较差的呢 是6月4号 因为它有一个结纱在里面 接下来我们来看 3月6号到4月4号之间 出生的朋友 在下个礼拜里面呢 最好的一天呢 应该要算是6月2号 星期三 因为它有一个加号 那么最差的呢 6月4号星期五 有四个减号 这个礼拜对你们来讲 显然是比较差一点 因为什么呢 因为减号比较多嘛 所以请大家格外注意 有任何重大的决定要做 利用哪一天呢 6月2号星期三 再接下来 4月5号到5月5号之间 出生的朋友 下个礼拜最好的是 6月3号星期四 最差的呢 6月4号星期五 这个礼拜呢 减号加号都不太多 算是一个平常正常的礼拜 接下来 5月6号到6月5号之间 出生的朋友 在下一个礼拜里面呢 最好的 6月4号星期五 有两个加号 最差的呢 6月2号星期三 有四个减号 这个礼拜 减号还是比加号 多了一点点 所以请格外注意 接下来 6月6号到7月6号之间 出生的朋友 在未来的这一个礼拜里面 最好的 星期六 6月5号 有两个加号 最差的呢 应该算是星期一 5月31号 有三个减号 减号稍微的比加号 多了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不顺心 所以注意你们的耐心 再下来 7月7号到8月7号之间 出生的朋友 在未来的一个礼拜里面 哇怪怪 那么多的减号 请格外的要注意 尤其是要注意您的耐心 很多事情往往会由于我们的心情而改变 请相信你自己 千万要注意好事多磨 凡事必须要三思而后行 其中最好的一天呢 应该要算是6月2号 星期三 如果有什么非做不可的决定 请利用这一天 那么最差的最需要注意的也就是星期一 5月31号 五个减号 请格外留神 以上是春天和夏天出生的朋友 在未来的一个礼拜里面 每一天的 每天的运气预报 现在我们要看一看 秋天和冬天出生的朋友 在下面这个礼拜 每天的运气状况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 8月8号 国历 8月8号到9月7号之间 出生的朋友 在未来的这一个礼拜 哇怪怪 你看看你们完全都是家号 那么多家号 只有一天就是星期二 6月1号 没有家减号 所以这个礼拜 可以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礼拜 不用管哪天特别好了 因为都非常好 接下来 9月8号到10月8号之间出生的朋友 在未来的这个礼拜里面也是不错 因为只有一天有减号 而且只有两个减号而已 所以最好的应该是 6月4号 星期五 有三个家号 那么最差的呢 就是6月2号 星期三 有两个减号 再下来 10月9号到11月7号之间 出生的朋友 在下个礼拜里面呢 加减差不多 平分秋色 那么比较好的呢 是6月5号 星期六 这一天呢 是两个家号 那么比较差的呢 星期三 6月2号 为什么我有三个家号的星期五 6月4号 我不把它当作是您这个礼拜最好的一天呢 请注意看 有结杀日在里面 接下来我们看 11月8号到12月6号之间出生的朋友 在下个礼拜里面 最好的一天 6月2号 星期三 四个家号 还不止 还有天得日 怪怪这一天 你到底有多好 好到什么程度 我很想知道啊 那么比较差的呢 星期五 6月4号 只有一个减号 一个减号 不算什么 接下来 我们看12月7号到1月5号之间 出生的朋友 在未来的这一个礼拜里面 哇 怪怪不得了 还有五个家号的啊 最好的就是 星期一 5月31号 有五个家号 那么比较差的呢 6月5号 星期六 它所以比较差 其实根本没有减号啊 这个礼拜是非常好的一个星期 恭喜你们 最后 让我们来看一看 1月6号到2月3号之间 出生的朋友 在未来这一个星期里面 哇 这真的是 全部都是家号哎 虽然没有天得日 月得日 天色日 这些好日子 但是这个礼拜 整个礼拜 全都是家号 最好的 星期一 5月31号 有一二三四 五个家号 啊 那么要说勉强说 比较差的一天呢 那就算是6月2号 星期三 只有一个家号 最差的日子 还有一个家号 这个礼拜 当然是不错的 恭喜你们 以上就是我们今年秋天和冬天出生的朋友 在未来下一个礼拜里面 每一天的运气预报 谢谢你们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